你今天会不会穿得有点太隆重了 你们两个约着出来吃饭聊天 这家餐厅从来没来过呀 没有 我们都是到普通咖啡厅 咖啡而已 周恩不是号称特别有品味的吗 这家餐厅都没来过 不过也是 她笑声太大 这里也不合适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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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迟到了 迟到了好多 我的天 路子 你今天好漂亮啊 我不知道是这么隆重和正式的聚会 你看我 我一天都在棚里拍片 没来得及去换衣服就这么来了 对不起 这脸色多好啊 真的吗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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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们又不是来看走秀的啊 这本来啊是一家老牌的上海西餐厅 去年啊转租给一个法国人和两个中国人 这三个人呢发誓要把这家餐厅做成上海最最正宗的法餐厅 你看这拼盘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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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这位小姐 你去吧 哦 it's okay this thank you 哎 乔安 嗨 哦 嗨 不好意思 碰到熟人 去打个招呼 是是 excuse me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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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你好吗 哦 我不要 我还要开车 嗨 我真是个外人迷啊 到处都有熟灵 好 没问题 忽略 笑容 好吗 放电了 放电了 你看 谢谢 干杯 你好 杨先生 杨太太 您好 刚刚的服务员好像跟她也挺少的 你的意思叫进入买的 不好意思 碰到一些熟客 当然要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嘛 熟客人 你的意思是 我的天啊 你 你该不会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吧 刚刚木子说 三个老板 一个法国人 两个中国人 你 你 你是 没错 两个中国人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我 冰狗 不过 我所占的部分是最少的 因为我有媒体的优势啊 所以可以为餐厅带来不错的生意 我 没听你说过的 你们两个谁也没有问起过我呀 再说了 现在投资一个餐厅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吧 哦 对了 在你那里的钱 有不少 都是这里赚的了 哇 那是超级的 木子啊 没想到 你对酒的选择 这么有味道 就是我们这里卖的最流行的 你说啊 这个上海啊 上万家的餐厅 那木子啊 选来选去 他就选中了这家餐厅 你 说你们两个有没有缘啊 这当然有缘了 来 为我们的缘分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久安 真不好意思啊 原本说好请你吃饭了 结果到最后变成你请我们吃饭了 哎呀 怎么还跟我那么客气 就给我这次机会吧 你们能来是我的荣幸 谢谢啊 别客气 怎么 谢谢 对了木子 这是你刚刚点过的酒 刚好还多一瓶就带回去吧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家里好多酒 真的不用 没关系 对了 这个是我们可以打很多优惠折扣的VIP卡 希望你们以后多点来也带你们的朋友来 我其实不太经常来这里 不需要 对 我收下 好 谢谢啊 哎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 来帮忙一下 好 谢谢您啊 你来帮忙一下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好 再见 好 慢走 拜拜 拜拜 味道还好吧 还会不会再缺 你是不是心里在嘲笑我 觉得 我又狠狠地输给了他一次 是不是 没有 没有啊 餐厅是你自己选的 怎么能怪得了别人 这时候真的问人家请客呢 你呵乐而不为呢 我老是想跟人家去比这个比那个呢 把自己搞得紧张兴兴的 哎 别人未必想跟你比啊 哎我为什么不跟别人比 我非得跟他比啊 啊 因为我知道你会喜欢他 是不是 你难道不承认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结婚之前啊 你最吸引我的时候 就是你那份自信 那太有魅力了 还有那份潇洒 不是 现在 现在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没自信 我曾经也和他一样 自由 放松 潇洒 自信 后来因为我嫁给了你 给你生了孩子 我才变得这么紧张兮兮的 我紧张是因为我在乎你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男人 看到喜欢的人他都想怎么样 好啊 就因为你说你不够控制住自己 我就要相信你 就要因为我明知道你会喜欢某个人 还要纵容你和他一起没完没了的 吃饭聊天 我跟你讲就是吃饭聊天 吃饭聊天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啊 老是想无中生有 无事生非 好好日子不过 找了那么多饭 再这样下去啊 我跟你讲 你一日子你就来了 我们不争吵了好不好 我没有要给你争吵 洛奇 你爸爸妈妈没有在争吵 爸爸妈妈只是在讨论一个问题 你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争吵 我们不争吵了啊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很快 你又打算怎么样啊 没有啊 不打算怎么样啊 不管你个事 我的问题 我自己来处理 相信我们一定会过这个谈的 哎呦 这本身就没什么好处理的你 我告诉你 不争 那就是最强的竞争 哎你不觉得你和九万之间 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基金经理和客户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只是喝茶聊天 就到这里 喝茶聊天 哎呦 你们认识才几天啊 怎么怎么怎么 你是对我没信心 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 不是你九万没信心 不是没有男人没为他离婚 他说他不涉足别人幸福的婚姻 如果你担心的话 怎么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婚姻够不上幸福两个字 我们有这么好的房子住 这么好的工作 那么好的车 我们想要旅行的时候 随时可以带着孩子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 我们这样的婚姻还不叫幸福 请问什么样的婚姻叫幸福啊 你告诉我 你不要给我身在福州不止福 你们之间聊什么骂你跟蒋安 什么 什么 音乐 旅行 电影 诗 差不多了 这些我也很感兴趣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不也是经常聊的是这些吗 可是现在当然不同了 我们有了孩子 家里这么多的状况 我们自然不能老是聊哪些东西嘛 我们聊的肯定是离不开孩子啊 家 家 这样吧 以后你要跟他约着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一起去 我也很会聊的 下次再说 我来约他 我来约 我来约 等下 我去哪边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来约他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来约他 我来约你 你去哪里